甜食降低立腺体效率 产生代谢性疾病 糖类影响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众所周知,过量摄入糖分会导致第二型糖尿病以及其他疾病 且细胞若摄入过多糖分,则会导致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近日位于密西根州的一所大学研究所 的科学家团队发现 过量的糖可能会导致细胞动力原力腺体效率降低 进而减少它们的能量输出 发表在细胞报告上的研究结果强调了过量摄入糖对细胞的影响 并为研究导致糖尿病发展的初始代谢事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模型 身体需要糖或葡萄糖才能生存 但是凡事都得节制 我们发现细胞中的葡萄糖过多会影响整个身体的脂质组成 进而影响立腺体的完整性 而葡萄糖与饮食中摄入的糖量又有直接关系 最直接的影响是身体功能的丧失 过量的葡萄糖影响立腺体 通过新模型 博士和他的同事证明了过量的葡萄糖 葡萄糖会降低立腺体膜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浓度 进而降低立腺体的效率 不饱和脂肪酸在支持立腺体功能 及引导许多其他生物机制过程 例如发炎症 血压和细胞接收讯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且该研究还发现过量的葡萄糖会被合成为一种不同形式的脂肪酸 这种脂肪酸的效率和柔韧性不如不饱和脂肪酸 这颠覆了身体脂質的组成 给立腺体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导致破坏了立腺体 影响了它们的功能 摄取过多碳水化合物的危害 博士及他的同事通过给小鼠模型 喂食低醣生酮饮食的实验来逆转这种不利的影响 这表示降低葡萄糖和恢复正常的脂质组成 完全可以让健康的立腺体恢复完整和功能性 它们还发现 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会降低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友谊效果 研究人员解释说 尽管我们可能不会马上注意到立腺体表现的差异 但我们的身体会不知不觉的被改变 如果脂质平衡破坏的时间足够长 我们可能会开始感觉到微妙的变化 例如容易感到疲倦 不过我们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提供任何医学建议 但它确实缠明了早期代谢疾病的阶段 并提供了可能影响未来预防及治疗工作的方针 健康生活编辑部